喂喂喂,這個鏡頭較面線的金馬? 那後面那個不是碧雞嗎? 又是金馬碧雞坊,又來到雲南 這次又是昆明大理禮江 沒錯,今年第三次演這條昆明大理禮江 你說到這個你講話悶不悶呢? 不會悶的,為什麼? 因為這份是工作一份來的 老實是叫你去哪裏不去哪裏呢? 選擇嗎?馬上去哪裏? 全面試用Hopo手機和戰英名圖細細細細作 今次要接受挑戰的是領話旅遊社 雲南六天純環團 老規矩我們才有空直後作介紹 你說這個雲南團和之前幾個有沒有分別呢? 是沒有分別的,我哭 但問題是酒店會不同了 之前那些是禮江住出學古城那邊 今次來講,我們就升級住在禮江市裏面的五星級酒店 其他賣點依然是去禮江的冰川公園 首先跟大家說一說雲南在哪裏 很多人對於雲南沒有什麼概念 我覺得雲南很遠 這個是中國地圖,我們香港在這裏 我們這次來講,我們都是香港出發直飛去雲南 雲南在哪裏呢? 就是我們中國的西南部 在西南方有個好像公雞那樣的散份 那個就是雲南 雲南昆明的散門正正在它的中間位 你說遠不遠?其實是兩個小時飛機 你平時去韓國那麼遠水路 都要四個多小時 你說雲南遠不遠?其實雲南很近 一點都不遠 好了,講完環,然後講餡料 我們明天來講就會由昆明開始出發 上去大里 大里在哪個位呢? 就在昆明的西面大概3-4個小時 車程就會到達大里 然後第三天就會橙上去荔江市 對得多重 剛剛好,有個荔江市在 帶你去荔江的話 又近一點 2-3個小時左右 整條路線由沿路回來 玩六人 最基本上 昆明帶你荔江經典 六天順玩團就是這款 對上一次來好像是2個月前的市場 7月份 首先那個班機 班機找依然是東方航公司 MU9624-1125 起飛1345到達昆明 回去的航班是 MU9657-1345 起飛1605到達香港國際機場 你說香港飛去昆明的機 主要都是東方航公司的機 因為東方航公司的西藍總部 就在昆明這邊 盛座的是波音737-888-88 是3-3座位開的 是小機仔 今天班機差不多是Full Fight 差不多到達150元 一齊出發 我自己都幾團沒搭過東方航公司的機 告訴你 搭東方航公司機有什麼好處 就是可以儲積分 即是那些非人理數 我們領隊來說我都可以儲 好像是40個來援 然後就可以順聲做銀卡 銀卡的話就可以去到貴賓室吃東西 我曾經疫情前飛到多少呢 是飛到金卡 除了可以自己去貴賓室之外 可以帶到兩個朋友一起去貴賓室吃東西 那時很開心 那你說今年來說 當然未飛夠 今年才剛剛復出 所以我還是吃飛機餐 今天飛機餐來說 是牛肉麵 另外一個是東航炒飯 配魚柳 香港飛昆明大概是兩個小時 大概 當你睡醒 看一看地下 看到這麼大的池 沒錯 你已經來到昆明 這個就是瘋池 昆明就是一個瘋池的隔離 它這個機場很方便 又長了一個機場 大概出市區 40分鐘左右 我們這團33人一行 我們坐上38座 2加2 旅遊大巴 正啊 這位真的很好騙的 我們這團服務的導遊叫阿信 沒錯 阿信的故事陸陣 開始慢慢說 我們第一站來到市中心的 金馬碧雞坊又來了 這裡也是一個昆明最主要的暴行街之一 以前來說 我20多年前 30多年前 你過來昆明的暴行街都是走這條 現在都是一樣 咦咦 今天我們這麼受歡迎 竟然有人歡迎我們跳舞 那小姐他們在拍抖音 拍攝宣傳 變現宣揚昆明 金馬碧雞坊 作為一個老牌子的暴行街 那裡面有什麼玩呢 最主要來說 它是吃東西為主的 你說有什麼好吃呢 來到雲南坤明這邊當然 要吃過橋米線 這邊來說 我有一間叫做 百年老店 要跟大家這樣說 整個雲南有很多過橋米線 每個地方的過橋米線 味道不同 大家煮飯不同 今次點的 是叫做菊花版的過橋米線 都四十多元 貴的 你說跟平時的過橋米線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我真的覺得一樣 叫了過橋米線的朋友要注意 這裡的鍋是非常之熱的 方便去錄熟米線 下面是沒有火的 就是靠鍋的熱量去錄熟米線 這邊來說 那些油是非常之多 看到嗎 全部都是油 我們先下一些肉類 然後再下蔬菜 然後最後才下米線 最重要是加上菊花 真的很香 這碗高橋米線 吃完之後再點多一碗豆腐 這個好像是紅糖桂花豆腐 非常之正的一個甜品 你說雲南除了米線之外 還有什麼出名呢 你說普里茶 普里茶都出名的 價錢來說 有便宜有貴 你說便宜的去到十元 雞都有 你說貴的那些過千元的都有 看看你自己要什麼喜好 想不到這個時間 昆明這邊竟然還有花題 真是異常不道 我們在金馬碧雞坊 大概放了一個多小時 差不多 然後我們就回酒店 今晚我們住的酒店 叫做高原明珠 雙橋店這邊 雙橋店來說 我是市中心裡面 非常之正的 最主要是什麼 最主要是有街行 但是你說有得也有室隆 因為他這邊來說 我是不能拍我們的旅遊大巴 所以我們要拿著行李 大概走一百米進去那間酒店 差不多 但是你說給我自己選擇 我自己都喜歡住這間 為什麼呢 因為他這間酒店 一走出去外面 已經是一個叫做雙橋夜市 拍給大家看 這個夜市是越夜越精彩的 好像說到凌晨2點多 3點多 還有人在燒烤 還可以賣東西吃 所以你想想 是一個紀王的區域 所以我自己 比較喜歡住這間 但只不過這裡有個大特色 這邊還在收路 但在收路的旁邊 還看到嗎 很多人都走來走去 還有人去擺攤 這裡夜市很搞笑 這裡是一塊仔 另外一塊來說 就叫做美少少 這邊又真的是馬路 兩旁來說 全部都是美食 大概整個美食街 有差不多二三百米長 應該都有 這隻是毛豆腐 然後又有這隻叫做 大族的毛骨雞 嘩 這個豬手好像很好吃 鹹鹹鹹的 咦 泰國昆蟲煙 即是吃什麼 蟒蟠竹 蟑蟑蟲 蟹蟹 這樣呢 只是怕不怕 以前會看到 想不到現在來到昆明也有這些食物 難怪一點 其實雲南最多的食物 包括他們去釀酒 泡酒之類 都會用到這些公蠍子 泰國山遠也有 這邊是最繁榮的一段 看到嗎 非常之長 叫做加強版的佐敦夜市 除了吃之外 這邊還有一些飛鏢 或者是扔公仔之類可以玩到 所以我自己來說 我是喜歡住這間酒店 上次那間來說 住得比較好一點 但周邊沒東西走 但我們香港最喜歡 逛夜街 大家都睡著時不行 喜歡出來走 這是鴿魚 鴿魚這邊貴不貴 大概是60元左右 這就是我今晚的晚餐 是非常之正的 我告訴大家 裏面原來是淡淡的 超級正的 想不到 今天整個行程輕鬆一點 我們走過今晚碧雞方圓之後就回酒店 明天來講 我們就開始正式去上泡大理 我們會玩到聖托里尼 金鎖島 又再看到這些行程 如果你想做一步了解這些行程 看回以前的紀錄片就可以了 你說金團來講有沒有特別 什麼不同呢 我也想發生不同的事 還有今次是第三次來 我記得第一次可以上到 玉龍雪山最高峰 冰川公園 第二次因為大梅瓜上不到 而金團來講 很難說 因為昆明這邊來講也有少 要陰天或上不上到 仍然有一個微知數 記住留意我的頻道 我會慢慢去更新 如果你想玩到這麼好玩的旅行團 歡迎你南區來打 我想去雲南 我就會傳個資料給你 記住這條路線 是整個行業之中 差不多最便宜的雲南六天團 說的是幾千 4299 非常之適合一個團隊 我們到香港水谷島是小豆子 關注我帶你走一片大江南北 我們到台南北